宝宝们 我把我这几天的蛋糕订单全都推掉了 因为我想给你们更新一个非常好吃 而且很详细的肉松古早抖腾蛋糕 就特别适合冬天的早上来吃 因为很多宝妈和上班族的宝宝 就来不及做早餐可以提前做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可以吃 我们先把5个鸡蛋蛋黄蛋清分离 加65克的纯粒奶 打散后搅匀了备用 再把蛋清拿去冷冻几分钟 准备一个小锅来热玉米油 因为我们今天要用烫面法 锅底油小泡泡的时候倒出 油温大约在60度左右 把它倒到提前过筛好的低筋面粉里 热油可以让面粉充分的糊化 吸收更多的水分 刚才备好的牛奶蛋黄粤分次的加进来 每次都要给它充分的搅匀 刚开始可能会有点干 直到面糊是这种细腻顺滑的状态 最后一步就是打蛋清 加一点点柠檬汁 提前备好的糖加进来 直接用厨师机打 先10档然后再转9档 这个时候顺便把烤箱上下火150度预热上 打到提起来是这种弯钩的状态 特别的有弹气 蛋糕卷也是这种状态 就是给你做戚风亚实的步骤差不多 先取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混合均匀 再倒到剩余的蛋白霜里面 翻拌 再抄底的给它拌均匀 一个6层的骨枣模具 里面垫一个高温油 提前给它备好了 反之来不及 然后把面糊先倒进去一半 再把你喜欢吃的肉松 调味放进去 铺上一层 这里用的是脆脆的海苔肉松 挤上一层沙拉酱 再把剩余的面糊倒进来 轻轻地震两下 上面再撒上一层海苔肉松 也可以加一点香葱 放在烤箱最下层水浴法 140度烤70分钟 已经长得好高了 在外面就能闻到浓浓的香味 最后10分钟盖上锡纸 看着就好有食欲 赶紧给它脱抹 看它的抖腾效果 蛋糕做好了 就不用倒扣 也不用担心它会回溯 好软啊 你看里面都爆浆了 听到沙沙的声音 全部爆浆 剩下的给它打包上 它今天请我们去吃酸菜鱼 我真的是要给你们嘚瑟一下 打包好妹妹还在睡觉 等睡醒了我们就出去了 我们去找Amy玩咯 好不好 赶紧起床吧 妈妈的古早蛋糕都做好了 自己穿衣服啊 妈妈去整体东西啊 你坐吧 妈妈坐 好的 好 我听与你的事用我示现 我给想摘出这脸 用烟正在你的 你